主我们恭敬的来到主你的面前 主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好像来做一个基督徒 该做的一个礼仪而已 主我们乃是带着一个渴望的心 主要渴望听见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 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都是向你来敞开的 让我们有可听的耳 好让你的道爪就可以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以结识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谢谢恩主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 这样子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 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所以等一下大家呢一定要跟紧好不好 因为这段经文呢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在读的时候 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可能读创世纪 读到这一章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点卡住 你会不太知道说 到底这一章要表达什么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要来读这段经文 那我们等一下 圣经经文会在PPT上 那如果你需要纸本的圣经 你现在可以举个手 我们就会有童工把这个圣经拿给你 那如果你要用的APP也是可以的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创世纪的这个第38章 这个创世纪第38章的前面呢 就是关于这个约瑟 他怎么样被卖掉这件事情 那可是很奇怪的37章讲完了这个约瑟被卖以后 他并没有直接讲约瑟被卖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反而呢在37章39章中间 他介入了这个第38章 第38章他就专门的在讲关于这个犹大的事情 所以呢很特别的 这个好像你看这个创世纪你看看看 哦这个约瑟被卖这个高潮叠起 你最后想说他被卖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个作者 创世纪的作者就把这个38章插入到这个37跟39的中间 那这个这一章里面呢 你会很觉得很奇怪 会有很多的疑问 通常大家读到38章就会卡住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 那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会看到犹大这个人 我们会看见当一个人他犯了罪以后 如果没有及时的悔改 很快的他可能就会一步一步的错下去 而且呢通常不是只影响他一个人 会影响他整个家族 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瑟被卖 37章26到27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就好 他说犹大对众弟兄说 我们杀我们的兄弟 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时马力 所以是谁主张要把这个约瑟给卖掉 就是犹大 所以在37章26节这边就看见了 他已经决定要把这个约瑟给卖掉 这是犹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38章1到11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大家那个要一起来读圣经的话 要不要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38章1到11节 要预备一起 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 到一个亚度兰人名叫希拉的江里去 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江南人名叫苏亚的女儿 就娶他为妻与他同房 他就怀孕生了儿子 犹大给他起名叫尔 他又怀孕生了儿子 母亲给他起名叫鄂南 他父又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士拉 他生士拉的时候 犹大正在击西 犹大为长子尔取妻 名叫他马 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犹大对二男说 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 向他敬你为地的本分 为你弟弟哥哥生子利后 二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 所以同房的时候便宜在地 免得给他哥哥留后 二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 犹大心里想 恐怕士拉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就对他儿父 他马说 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 等我儿子士拉长大 他马就回去 住在他父亲的家里 在这段经文看到 三十八章的第一节就讲到 那时犹大就离开他的弟兄下去 这个时候犹大 他已经卖了约瑟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离开了他的兄弟 然后自己一个人 跑到外邦的地方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 他就又看到了一个万邦的女子 所以又娶他为妻 然后就跟他同房 所以犹大一共生了三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叫做儿 对 第二个儿子叫做儿男 第三个儿子叫做士拉 可是非常的不幸的 这个儿生机上长得非常的清楚 他为什么会死 因为耶和华看他为恶 对不对 在他眼中 在眼中 耶和华在他眼中看为恶 他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 所以神就叫他死了 然后这个犹大 就要这个弟弟老二 这个二男 跟他讲说 你去把这个哥哥的媳妇 他马取回来 好为你的哥哥 可以留下这个后代 可是这个弟弟 这个二男 他也很坏 他怎么样 他不想给他弟弟哥哥留后 所以在同房的时候 就便宜在地 所以这件事情 二男所做的事情 在第十节 耶和华也看为恶 就叫他死了 然后犹大心里面就想说 糟糕 好 这个 这个两个儿子都死了 他只剩下一个儿子 士拉 可是呢 他心里想说 恐怕士拉也死 所以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就对他的儿父他马说 你回去守寡吧 然后呢 等到这个士拉 如果长大的话 我再把这个 把你嫁给士拉 好 可是其实这个犹大心里面呢 很多的解经家就说 其实犹大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其实心里面认为 他的前面两个儿子会死 是因为他马会克夫 可是呢 圣经上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这两个儿子 不管是儿还是二男 他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都叫耶和华看为恶 他们在耶和华的眼中 都是看为恶 可是犹大 他并不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他觉得 他认为 可能是这个他马的问题 是他儿父的问题 是他克了他的儿子 所以你会看见 在这段经文里面 犹大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 先做了一件错事 他把约瑟给卖掉 后来呢 他又离开了 整个信仰的群体 然后去到了外邦 那其实他们在那个时候 其实早就在 以前在以撒的时候 他就有特别交代雅各说 不可以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可是很显然的 这个犹大 他也没有听从他 列祖的一个教导 他还是娶了这个迦南的女子为妻 然后接着呢 也不知道他的教养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两个儿子 都因为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二 所以竟然就都死了 然后他自己呢 又把这个 整个错误 把他自己 好像都没有检讨 他自己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他反而把这个错误 怪罪给他的儿父 他马 怕他的他马 又克了他的 士拉这个儿子 所以就把这个他马赶回去 赶回娘家去了 好 接下来这个故事呢 我们继续地往下看 创世记38章 12到19节 我们继续来看 12节 预备 请 过了许久 犹大的妻子 舒雅的女儿死了 犹大得了安慰 就和他朋友 亚杜兰人 希拉上廷拿去 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 有人告诉他马说 你的公公 上廷拿剪羊毛去了 他马见士拉已经长大 还没有娶他为妻 就脱了他 做寡妇的衣裳 用帕子蒙着脸 又遮住身体 坐在廷拿路上的 伊拿印城门口 犹大看见他 以为是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 来吧 与我 让我与你同情 他原不知是他的儿妇 他马说 你要与我同情 把什么给我呢 犹大说 我从羊群里 取一只山羊羔 打发人送给你 他马说 在喂送以前 你愿意给我一个档头吗 他说 我给你什么档头呢 他马说 你的印 你的袋子 和你手里的杖 犹大就给了他 与他同情 他就从犹大怀了运 他马起来走了 除去帕子 人就穿上寡妇的衣裳 在东南经文里面看见 在第十二节 他讲到犹大的妻子就死了 然后犹大就跟他的朋友 一起到了一个地方去 到了那个地方去 是一个捡羊毛的那个地方去 有人呢 就告诉他马说 你的公公 要到廷拿去捡羊毛 他马就看见 公公不是说 他要把他这个儿子 长大了 士拉长大了 要让我可以 被迎娶吗 可以嫁给士拉 可是呢 他的公公迟迟没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他马呢 他就想了一个主意 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他那就脱了他寡妇的衣裳 然后呢 用帕子蒙着脸 然后又遮住他的身体 坐在那个城门口 然后犹大看见他 就以为他是一个妓女 然后呢 他竟然这个犹大 就把这个妓女召妓 他就召妓 那他本来是要给这个一个 他一个山羊羔 可是因为他手上目前没有 所以这个他马呢 就问他说 那这样你要给我什么 当初是一个抵押 一个保证 所以这个他马就跟他说 我要跟你要你的印 跟你的袋子 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印呢 好像就是好像一个项链 一个袋子挂在这个身上 那个印 所以印跟这个袋子 可能是一体的 还有他的这个手杖 那这个印呢 就是代表他是谁 一个人是谁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他马呢 就拿着这个犹大的 这个印子跟他的袋 还有他这个手杖 然后呢 而且他经文讲到 这个他马呢 他就怀了运 然后他马就走了 除去了这个帕子 人就穿上了寡妇的衣服 好 这个经文到这边 好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之前呢 你会不会已经觉得 这个他马是一个 很奇怪的人 你会不会觉得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你知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我之前读 就觉得卡住了 我觉得这个他马 真的做事情很奇怪 他怎么会去把自己 变成好像一个 妓女的样子 让人家误会 她是妓女的样子 脱了他寡妇的衣服 然后呢 把自己扮成一个妓女的样子 在城门口 然后呢 他明明就知道 那个是他的公公 可是这个公公对他招敬呢 他也去了 好 所以你可能读到这边 你就会对他马 有很多很多很多 奇怪的想法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 奇怪的人 好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好 继续往下看 还有更奇怪的事情 要发生了 好 我们看 二十节 开始 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到二十六节 二十节 预备 请 犹大托他朋友 雅度兰人 送一只 山羊膏去 要从那女人手里 取回档头来 却找不着他 就问那地方的人说 因哪应路旁的妓女在哪里 他们说 这里并没有妓女 他回去见犹大说 我没有找着他 并且那地方的人说 这里没有妓女 犹大说 我把这山羊膏送去了 你竟找不着他 任凭他去吧 免得我们被羞辱 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儿父 他妈 做了妓女 且因形影 有了生育 犹大说 拉他出来 把他烧了 他妈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发人去 见他公公 对他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的孕 请你认一验 这印和带子病障 都是谁的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 给我的儿子 是拉 从此犹大不再 与他同情 好 这段经文你看到 这个犹大呢 他就吩咐一个人 叫他把这个山羊膏 拿去给这个他妈 他不知道是他妈 他以为就是一个女人 一个妓女 把这个山羊膏给他 为了是要把 他的这个印 他的手杖 可以证明他是谁的 这样的身份的 这些东西 给拿回来 可是呢 就有人告诉他说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城里面 根本就没有妓女 好 然后呢 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过了三个月以后呢 就有人来告诉犹大 好 他说你的儿父 他妈呢 做了妓女 而且呢 现在已经怀孕了 这犹大一听啊 就非常怎么样 非常的生气 好 这个不守复道的女子 好 这个可恶的儿父 好 不守复道 把他拉出来 他要把他 把他怎么样 把他给烧了耶 好 这个时候呢 他妈呢 就拿出他的这个手杖 好 拿出他的这个印 然后呢 就跟那个人讲说 你把这些东西 拿去给他看看 好 结果一看 这个犹大就知道说 啊 原来 好 那一天 与我 这个 我招的那个祭 竟然是我的儿父 然后26节 他怎么说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益 这个他就是指谁 指他妈 他妈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 给我的儿子试拉 好 所以你看到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一开始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这个他妈的行为 真的太怪异 太奇怪了 好 他怎么会去把自己 打扮成一个妓女 然后坐在城门口 然后呢 跟他的公公 发生了这个性的关系 而且还从他的公公 生了孩子 然后呢 后面呢 他的公公 竟然还夸奖 这个儿父说 他比我更为有益 就是他比我更有道义的意思 好 你会觉得很奇怪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奇怪 好 那第一个呢 我们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 第一个 我们就会对这个他妈 有很多的评论 好 就会觉得他不守父道 觉得他怎么会 这么的奇怪 从他的公公那里 生下孩子 好 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们会有 很多很多的论断 觉得他恬不知耻 好 乔装成静音的样子 但是我们要先来 看另外的两段经文怎么说 好 我们才来思想一下 我们对他妈的论断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首先呢 我们再看 继续往下看这段经文 这段38章 27到30节 好 我们先来看故事 怎么往下发展的 好 27节 预备请 他妈将要生产 不料他父里是一对双生 到生产的时候 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 收生婆拿红线 拴在他手上说 这是投身的 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 他哥哥伸出来了 收生婆说 你为什么抢着来呢 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 后来 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 也生出来 好 我们先读到这里 再看另外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 一章一到三节 好 马太福音一章一到三节 翻到一红一起来看 预备 请 亚伯拉罕的后衣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他马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好 我们先看创世纪这边 后来呢 27章这边 27节这边讲到 他马他要生孩子了 他生了是一对什么 双生 就是双胞胎的意思 然后呢 他要生产的时候呢 有一个孩子手生出来 先有一个孩子哥哥首先生出来了 然后呢 收生婆就把一个红线 绑在这个首先生出来的这个孩子身上 可是呢 这个孩子呢 又把这个手呢 收回去了 好 又把他手收回去了 然后呢 结果是另外一个哥哥先生出来 本来首先生出去的那一个 以为是哥哥 结果不是 那个收生婆给他绑了一条红线 他又收回去 可是另外一个呢 他就跑出来了 生出来了 然后呢收生婆就对这个先跑出来这个 先生出来的孩子说 你为什么抢着来 好 然后就给他起名叫法勒斯 其实呢收生婆他讲这句话 你为什么抢着来 这句话其实原文呢 他的意思是 你为自己列出一个裂缝来 好 你为自己列出一个裂缝来 而法勒斯的名字就是 他在困境当中 列出一个裂缝来 你为自己在这个黑暗当中 列出一个裂缝来的意思 好 然后呢接下来你会看见 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法勒斯 这个出身 其实他是整个 他马的人生 或是他马的所作所为的 一个结束 一个注解 一个注释 好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他马 他马在他的人生的 这个困境当中 他嫁了一个丈夫 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他嫁到这个犹大的家族来 他嫁给了这个二 可是他的第一个丈夫 他死了 然后他的家族里面的长辈 犹大呢 要他嫁给这个二男 可是没有想到二男也死了 可是他马 他的心里面 有一个很强烈 很强烈的一个心志 他要为这个犹大的家族 而延后 他想为这个犹大家族 可以继续的 好像可以生产 可以继续的为他们来延续这个后代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志 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当他看见他的公公 没有要把他嫁给士拉 就是了三的时候 他自己想出了这个办法 他在他的困境当中 他在他的黑暗里面 他用了一个很不符合礼教 不符合我们所认为的 这一切一切的方式 他竟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 而法勒斯这个孩子 这个名字 正好为他的母亲 所做的这一切事情 下了一个ending 一个注解 就是他在黑暗当中 为自己列出一个裂缝 好像找到一个生机一样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是这样子做了一个结束 所以第38章 他就结束到这个地方 然后往后你就会继续看到 约瑟怎么样被卖的事情 所以38章你可以说 他是一个非常刻意 或是他很突兀的 就硬生生的插在 37章跟39章中间 然后就讲了这个 犹大的故事 跟他妈的这个故事 然后再来呢 我请大家看的是 马太福音的这个 一章一到三节 这里讲到了是 耶稣他的家谱 在第二节的时候 他讲到说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哪里 生法勒斯跟谢拉 从他妈 你看他妈 他的这个名字 被记在救主耶稣基督 他的这个家谱里面 所以根据这么多 这么多的经文 根据这么多的 这个故事的描述以后 我们对于他妈的一个眼光 或对于他的一个评断 一个论断 可不可以有一些矫正 他在他的一个困境当中 他的里面有一个 很强烈的心智 他想要为犹大家族 延续这个后代 当他的两个丈夫 死掉了以后 当他没有办法 在好像从他这个世拉 生孩子 他想很多的办法 他没有办法做的时候 他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从他的公公这里 怀了两个孩子 然后生下了法勒斯跟谢拉 大家可以接受 他妈的这个行为吗 还是很困难吗 我们常常把这段故事的 这个焦点 我想这个经文 并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他在讲的是 他在强调的一个重点是 他让这个犹大的家族是延后 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非常的奇怪 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真的就卡住了 你对于她妈的行为 非常的奇怪 你对于他的这个犹大公公 说她是更为有意的 你也觉得她到底有意在哪里 而她的有意就在于 她比她的公公有道义 就在于 她的公公完全忘记了 犹大家族需要继续延后 这样的一个使命 而一个外邦的女子 她啦 她竟然这么样的在意 比她的公公还在意 所以这个她妈 她才会被她公公说 你比我更为有意 她说她妈比她更为有意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很多时候读到这段 你就会被这个卡住 然后你不知道说 圣经到底讲这段 到底要干嘛 我觉得在这段故事里面 我觉得先看她妈 我自己觉得 她妈她在这件事情上面 她其实就是 非常的强烈渴望 她突破她的困境 她突破 好像她这个 她这样一个黑暗里面 法勒斯的出身 给她的一个注释 就是为她的这个 列出一个裂缝 在她的黑暗当中 在她的困境当中 列出一个裂缝 可是在这个故事当中 还有一个人物 就是犹大 也是我今天想要 带大家来看的 关于这个犹大 这个故事的背后呢 犹大发现 原来她召集的那个女子 那个对象 是她妈的时候 她就承认 她妈是比她更为有益 犹大她自己 她忘了这个延后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景况的时候 却有一个外邦的媳妇 比她更在意 犹大家族的一个 命脉的存亡 宁可背负 被人臭骂的 这样一个罪名 也要为犹大 保存一个香火 所以她妈的名字 就被记载在 耶稣的家谱当中 可是犹大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就是这两个人 他们一直在对比着 我们看到 她妈在她的困境当中 她奋不顾身的 她要完成她的使命 可是另外一端 我们看到的这个犹大 她其实呢 她先带着她所有的手足 一起卖掉了约瑟 她的小弟弟 然后呢 她自己呢 好像在整个灵命 非常的低落 她做错了一件事情 又没有及时的悔改 好像就步步的 一直错下去 然后她呢 又离开了 她的这个兄弟 离开了这个信仰的群体 跑到了外邦去 然后独自一个人 在外邦里面 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 看起来她已经离这个神 已经很远很远了 然后她的这个两个儿子呢 有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她的教养 还是什么关系 出了什么问题 就得罪了上帝 然后呢 就死了 所以呢 这个犹大 她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看见 她跟上帝 好像有任何的对话 也没有看见 好像她有任何的悔改之意 好像她就是 一步一步的错下去 然后又把这个 这个儿子的死 怪向他妈的这个客夫 然后她又忘记了 整个犹大家族 这样的一个香火的 这个延续 她的这个责任是什么 然后最后呢 她竟然 在她妻子过世之后 她 召记 我们再仔细地看 这段经文 她妈她做的事情 是蒙了帕子 遮住了自己的衣服 坐在城门口 可是召记的那个主动方 到底是谁 召记的主动方 是犹大哦 是犹大 然后呢 你再看这段故事当中 当这个 那个犹大 她发现 她妈 有人告诉她说 她妈当了妓女 行淫了 她的反应是什么 她的反应是要 把她拉出来烧了 所以你会不会看见 你会不会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犹大她是那个犯罪的人 她一路一路的这样子 好像摔这个灵命 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然后最后她召记 可是她自己的道德 她自己的生命是如何 她好像完全没有检讨 可是当人家说 她的儿父 她妈 因为心隐而有了生云以后 她是多么的强烈 竟然要人家把她拉出来 给杀了 给烧了 你会看到这个一个落差吗 看到这样一个落差吗 犹大的表面 看起来是一个犹大家族里面的一个领袖 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领袖 可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败坏 完全没有感觉 他明明自己已经败坏 在里面了 可是他就用一个道貌黯然 假冒伪善的一个样子 当他的儿父犯了罪以后 他要立刻的把他给杀了 然后他的生命里面 也是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 两个儿子都死了 太太也死了 家族又无后 他对待于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停滞 他没有任何的作为 没有任何的反省之意 他的心早就已经不知道 离神有多远了 然后他里面好像似乎只有他自己 他要把约瑟给卖了 然后呢 他自己在这个形影 在肉体上的这个快乐 很多东西他已经 只有他自己里面 而他里面的败坏 却完全完全没有看见 他有任何的回忆 然后又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坐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 要来审判他的儿父 这就是犹大 所以故事看到这边 我们在看这个圣经人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思想 为什么圣经要把这段故事 记载在这个地方 到底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 当我们在看圣经人物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就把我们自己想成是那个好的人 比如说我们在看大卫跟扫罗的故事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把自己自比为是大卫 然后你就会现在想说 我生命当中谁是扫罗 可是我今天要邀请大家 换一个角度来思想 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 对 你可以从这些好人 我们所谓的好人 大卫的身上 去看他是怎么样的爱神 去效法他某一些好的行为 好的思想 但是我们也要把自己 放到那一些我们觉得 是有问题有状况的人身上 去思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 也像扫罗一样 我们有没有可能 也像犹大一样 我们会不会一样 好像跟这些人物一样 做了一些错事 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来悔改 来调整自己 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是犹大呢 我们有没有可能是犹大 大家现在可以转一下吗 我们不要再怪这个他妈了 可不可以 我们现在把眼光放到犹大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是犹大 很多时候我发现 我们的生命的光景 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其实很会 假装 或是我们很会表现自己 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样子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里面生命里面 有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 那我们呢 会很容易让自己看起来很好 像我今天 衣冠楚楚的站在这里 但是实际上里面是多么的败坏 你看不见 但是呢 我一定会把我自己 弄得好像容光幻房 然后头上好像有一个光圈一样 哈利路亚 很圣洁 我们很会 我们非常会 让自己看起来很好 然后我们也很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知道 我不是很好 我看起来不是很好 但是呢 诶 我比黄伟男好一点 诶 好 对 我比谁谁谁好一点 好来 证明自己 还不错 还不错 好 我们用这个来 安慰自己 然后来躲避 我们该面对的问题 我们很容易用假装 或者我们很容易用表现 来掩饰自己 然后呢 久了以后 你就自欺欺人 好 就诶 诶 我还不错 我不错 我这个还不错的基督徒 诶 我的道德还不错 等等等等 好 就说有很多 那假装呢 跟表现 好 表现实际是一样的 好 假装是比较负面的说法 好 可是这个表现呢 就是比较正面的说法 可是不管你是要表现出来一个样子 好 或者是你是要假装出一个样子 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我不够 我表现出来那个样子那么好 我不够我假装出来那个样子那么好 事实上呢 我就是很糟糕 我其实就是很败坏 就好像犹大一样 他明明里面是那么的败坏 那么的糟糕 离神很远 可是他可以假装出一副 道德非常高尚的样子 足以审判别人的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里面非常非常的败坏 非常的糟糕 可是呢 我们很快的 很容易的 就会去揪出别人做的不好的地方 别人做错的地方 我们非常的容易是这个样子 可是对于我们自己里面 我们该面对的问题 我们该面对的罪 其实我们并没有认真的去对付 没有认真的去面对 我们很擅长用假装 隐藏 怪罪别人 来轻忽自己的问题 而这个就是罪 然后呢 我们当了基督徒以后呢 其实我们就更会假装啦 各位 我们真的就更会假装 当了牧师以后就更会假装 当了师母就更会假装 我们就很会假装 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了 更多上帝的标准 上帝是圣洁的 是仁爱的 是慈祥的 是忍耐的 等等等等 可是因为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假装 自己很有爱心 假装自己很圣洁 假装自己很温柔 然后呢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形象里面 我们不面对自己的罪 可是当我们这样子来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用我们的好表现 或是我们用假装 想要来获得上帝的认同跟祝福的时候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往往我们就会低估 上帝对于圣洁的要求 然后高估了自己 可以行善的能力 我再讲一次 就是当我们很习惯去假装 去表现的时候 我们久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以为 我们自己就是这么好的人 就是这么有爱心 这么有怜悯 这么的慈爱 这么的圣洁 我们就自以为自己是这个样子了 可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就是在自欺欺人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就低估了 上帝对于圣洁的要求 然后高估了 以为自己这么做 就可以达到上帝要的 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很多人啊 看我们基督徒就觉得我们很假 就真的觉得我们很假 然后觉得我们很会说 就很会说 如果你家里面有不信的家人 你就会发现 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们不信 恐怕是因为我们 很假很会说 实际上我们也做不到 可是我们很像纠察队 我们很像警察一样 去嗶嗶嗶嗶嗶嗶 你做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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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实际上我们也做不到 然后我们就很会讲 然后也很会装 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 觉得我们很假 那我们自己呢 我们其实装久了以后 你也会觉得很累 你也会觉得很累 非常的累 然后也会觉得 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来教会 就是要把自己 弄得好像一个 圣洁的人一样 哈雷路亚的时候 要高举手 可是我们里面 却有很多很多的败坏 我们却没有面对 那么如果我们的信仰 变成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的信仰 变成是要靠我们来假装 靠我们来修炼的话 那么这个信仰 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还能够叫做好消息吗 我们不是一直说 我们的这个福音 是好消息吗 可是你当基督徒 你真的有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吗 你真的觉得是好消息吗 你没有觉得很累吗 你没有觉得很假 然后你没有觉得都做不到啊 我就是做不到啊 没办法只好用硬的 你呢 你会吗 你们是会假装的人吗 你们是会表现的人吗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你知道我们就 那个当基督徒很多年嘛 然后后来就去全职 当了师母 那你知道当了师母以后呢 你知道当家对师母 有什么认为 你们觉得师母应该要怎样 哎呀温柔 然后呢 慈爱 还有呢 要干嘛 不发怒 救命啊 我都会跟人家讲说 还有吗 还有吗 贤惠 对不对 我里勒 选媳妇吗 好可怕 有吗 还有很多对不对 这些东西呢 我通通都有吸收到 我通通都有吸收到 然后呢 我每次呢 都跟人家讲说 我告诉你 我在外面 人家叫我师母 我在家呢 是母师 好 对 因为我们就是很会装 好 你知道吗 当师母啊 你知道我 你知道 因为以前我们那个 教会以前 伟南牧师他们那个 老家的那个师母 我们回到那个 那个老家去的时候 那个师母 他们是有牧师楼的 好 然后他们 我们以前办营会的时候 每一天中午 都是师母煮饭给大家吃 好 然后呢 牧师呢 也会三不五时的呢 就带我们回家 好 回他们家吃饭 然后师母呢 就会弄一大桌的菜 好 所以呢 你知道我在里面 我就觉得说 伟南牧师呢 喜欢的师母呢 他觉得标准的师母 就应该是要会做饭 好 然后呢 因为那个 那个伟南牧师 以前的师母 是很会做饭的嘛 好 所以我也觉得说 他认为的师母 应该也是要 很会做饭 那伟南牧师也很好客 因为他金门人 非常的好客 他们不需要 像我们预备很多 就可以叫人家来 好 他们随时 人家就经过 就来家里坐一下 是OK的 跟台北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你知道 我就非常的有压力 因为他有一阵子 好喜欢带人家来家里面 好 那我又有一个这样的 要贤惠 对不对 要温柔 要慈爱 好 等等等 然后还要做饭 然后再加上我妈呢 我妈妈 我妈在这 我妈妈做饭的 也是非常厉害 他如果找人家来家里面吃饭 好 是办那个满汉全喜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 我对人家来家里面吃饭 就是有一种 很深很深的恐惧 可是呢 因为师母要怎么样 要贤惠 要温柔 要慈爱 还要会做饭 所以呢 人们来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 轻 要装 对不对 好 要装 然后你知道呢 我就 很努力哦 非常的努力的装 好 就想尽办法 要弄这个 弄那个 弄那个 好 可是呢 人们一走了以后呢 其实我心里面 就很多的生气 好 就非常的不开心 然后不开心的对象 当然就是我的老公 好 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找那么多人 来吃饭 好 就非常的痛苦 然后呢 我就必须要在那段时间呢 就是要装嘛 装贤 装会啊 装会组啊 等等等等 然后有一次呢 更好笑 有一次呢 我们那时候就招待 淡江教会的一些牧者 来家里面吃饭 那时候 好像有松牧师吧 然后那时候 我就很不会组嘛 要装 所以我就去买热炒 买热炒 绝对不能够 只是把那个便当盒打开 买热炒 要装在你自己的盘子里面 然后大家就吃了 吃得好开心哦 最后 我其实好像是松牧师 就说 秉玉这些都你组的吗 可恶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呢 好 当然我就说 没有啦 买热炒的啦 总之呢 很辛苦 装得很辛苦 装得很辛苦的结果呢 就是 你就把一个 很多的律法 框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很奇怪哦 当你把很多律法 放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也会用很多的律法 去看别人 你就用很多 你就一直去订别人 也一直去订别人 所以呢 我就后来 这样子一直接待下来 我就觉得 我越来越觉得 我离神的越来越远 我就觉得 我离神越来越远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发自于 我的内心 想要为大家做 我觉得 我就是在装一个 好师母的一个样子 好 我就是在装 所以后来 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就跟神说 我说神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就是没有办法 当一个温柔 仁慈 温柔 对 善良 我就没办法 而且我也没办法煮饭 我就是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好 我就没办法煮饭 然后呢 后来很奇妙的 当我跟神 讲我的软弱的时候 神就让我看见一件事情 他就说 你为什么需要 当一个很会煮饭的师母 你不需要 当一个很会煮饭的师母啊 我有规定 你一定要当一个 很会煮饭的师母吗 我就发现 对 我好像不需要 所以呢 我就开始慢慢的 就把这样的一个东西 给脱落 我就不再假装了 好 所以现在呢 如果 我邀请你们来我们家吃饭 我一定会告诉你 一家一菜 好 一家一菜 然后呢 我们家就准备一点 简单的东西就好了 然后我觉得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 很轻松嘛 因为大家来我们家的目的 其实是要聊天的 是要团契的 好 我煮的好不好吃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 那个不见得是重点了 我就是没办法 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愿意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 我就不要再假装了 所以我就开始告诉别人 我的软弱 我的不足 然后其实也很奇妙 我就发现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就有很会煮的姐妹 或是很会煮的弟兄 他们就会把他们擅长的东西 拿到我们家里面来 所以我就不再需要去假装 所以我要问大家的是 你是否会假装 或者是想要求表现 在我的例子当中 我可能是求表现 也可能是 我可能是假装 也可能是 可是终究 我没有办法 得到上帝给我的安息 那你们呢 你们有一直在 想要有个好的表现吗 或是想要假装吗 其实每一个假装 或是表现的背后 都有一个恐惧 所以也许你可以 检查一下自己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时候 我会害怕什么事情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会害怕人们觉得 我不是一个好师母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可能我婆婆觉得 我不是一个好媳妇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害怕我在这个团体里面 失去价值 所以我必须要这么做 我必须要假装 我必须要表现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恐惧 在那个里面 就是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而不断地伪装的结果 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 感到乏力 很容易失去热情 而且我们会觉得 担子非常非常的重 你会觉得神给你的 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角色 不管是妈妈 女儿 丈夫 妻子 或者是 所有的这些角色里面 你会觉得你扛的这些角色 很重很重 因为你必须要去扮演 你要去演 那就不是真正的你 你就是去演的 演久了 你当然会觉得很累 所以也许你可以去检查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很累 或者你是不是 当你不这么做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个恐惧 而那个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在假装 或者我们在表现 求一个表现 那么好消息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好消息 所以好消息是什么 当我们这些担子都觉得很累 扮演的觉得非常累的时候 好消息是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节 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二十八节他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个我就是指的是耶稣 他说耶稣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他不要我们假装 他也不要我们靠表现来过日子 耶稣要我们到他那里来得安息 所以当我们如果软弱犯罪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伪装得很圣洁 我们需要的是在他的面前 来承认我们的过犯 依靠他来得胜 当我们做不到 爱不下去 没有办法行善的时候 没有好行为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求表现 得到人们的认同 我们需要的只有耶稣 因为他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做不到 他会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 行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活不住温柔忍耐 慈爱良善 什么果子都解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披上一个 伪善的一个外衣 因为耶稣基督 他早就知道我们的本相 他接纳 而且爱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的是 来到耶稣的面前 承认自己不温柔 不慈爱 不良善 我们里面有一大堆的坏主意 我们需要耶稣 恳求圣灵的帮助 二十九跟三十节 耶稣他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神的 耶稣说他要我们学他的恶 学他的样式 要负他的恶 学他的样式 他不是叫我们 要用我们的意志力 或是用我们的修炼 去努力来达到 他要讲的是 耶稣说他是扛着 一起跟我们一起扛着 这个恶的 他跟我们一起扛着 这个重担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角色 其实都是耶稣基督 跟我们一起扛着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回到耶稣的面前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而学耶稣的样式 就是学习他 是如何的倚靠天父 以天父为他生命的中心 而不是学他的表现 他要我们学习 怎么样来倚靠父神 所以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降低 上帝的这个标准 想说算了 就摆烂 不是 但是我们也不是知道 上帝那个标准 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假装 或者是我们就 好像求表现 让我们看起来 好像有达到 上帝的标准 不是 而是我们告诉上帝 我们就是做不到 请你来帮助我 请你来帮助我 我们不需要伪装 另外一个好消息 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很短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如果 当我们犯了任何的罪 按照经文讲的 这就是好消息 他说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 他就会赦免我们 他必要赦免我们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不需要 像犹大一样 我们不需要像犹大一样 自己明明里面 已经非常的败坏了 可是却要装出一副 非常高尚的样子 然后审判别人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好消息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他必要赦免我们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你是不是一个 很会求表现 或是你对自己 有一个很高的标准 或是你很想要 达到上帝的标准 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很焦虑自己做不到 你在假装 成一个好基督徒的样子吗 但是其实不管 景况如何 装出来的样貌 是没有办法 换得上帝的喜悦 我们所有装出来的 那个样貌 都是没有功效的 所以不需要再假装 也不需要再自欺欺人 上帝喜欢我们内里诚实 他要按他丰盛的慈爱 涂抹我们的过犯 而且他愿意赐乐意的灵 扶持我们 上帝喜悦我们来 倚靠他 他使我们要享受 那个真正的安息 所以不要再假装了 也不用再一直表现 求表现 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告诉他 我做不到 请你来帮助我 我做不到 请你来帮助我 这才是好消息啊 要不然我们的信仰 怎么会是好消息呢 上帝告诉你 一大堆的律法 颁破一大堆的准则 然后呢 就叫你靠自己来修炼 那这样子 这个信仰 怎么会是好消息 我最后要用两张PPT 来做今天的一个总结 我请童工帮我放 有吗 好 我们有两张的PPT 第一张的PPT 你会看到 左边有一个小小的 黑黑的人 那个人就是你 你呢 走在这个 人生的这个轨迹里面 走在人生的这个道路当中 有一天呢 你就遇到了这个十字架 这个就是你认识 耶稣的那一天 然后呢 你就被耶稣的宝血给洗净了 你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慢慢的 你就继续要走 你的人生的路程 就是这个黑色的 这一条的这个箭头 你要继续的走 你的人生的路程 在这个人生的路程当中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 耶稣基督就在我们 信耶稣的那一刻 把我们给洗净了 然后呢 往后呢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必须靠 我们自己来努力 好 所以呢 我们一方面呢 在上面 一方面我们知道 上帝的圣洁 可是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自己的罪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 达不到上帝的罪 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就走着走着走着 你看到这个箭头的最后 最后面这个十字架 我们就会有一些事情呢 我们知道来依靠神 可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做不到 我们怎么样都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表现 来填补 然后用假装来填补 可是实际上呢 在这个上帝的圣洁 跟我们自己做不到 这个中心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gap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 有看到吗 最后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我们越意识到上帝的圣洁 我们就越发现 其实我们自己是做不到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 都做到上帝 给你的这些标准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其实你对于上帝的圣洁 还不够了解 或是对于你自己的罪 还不够认识 如果我们越认识上帝的圣洁 越看到自己的罪 你会发现 我们跟上帝之间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距离 可是我们往往发现 我们这个很大很大的距离的时候 我们的习惯的做法 就是我们去假装 成上帝要的那个样子 或者是我们去求表现 表现出上帝要的那个样子 可是事实上呢 这些都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功效 我们想要用好的表现 来换取上帝的祝福 是不可能的 因为上帝的祝福 不是靠我们的表现 上帝的祝福 是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的缘故 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就已经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 可以得到上帝的爱 我们不需要靠我们的表现 不需要靠我们假装 才来换得上帝的祝福 所以你会看到这张图里面 当你会发现你的十字架 你的十字架应该是越来越大 你的这个十字架应该要来填补 所有的这个整个gap 就是上帝的圣洁 跟你的这个最中间这个距离 我们看下一张图 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应该要长这个样子 就是在你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层面里面 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了解上帝的圣洁 可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罪也越来越认识 你会发现这个中间 你很多东西你都是做不到的 你要用什么来填补 不是用你的表现来填补 也不是用假装来填补 而是用十字架 你会发现这张图跟上一张图 最大的不一样是 这个十字架它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 它应该要占据 占满我们每一个人 所有的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我们做不到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做不到的地方 我们都不需要再靠表现 不要再靠假装 因为这些在神的面前 完全没有功效 不要忘记了 上帝知道我们里面的状态是什么 上帝完全看见 所以你假装是假装给谁看 假装给自己 假装给别人 可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是毫无隐藏的 所以在神的面前 是完全完全没有任何功效的 所以我们要让十字架 完全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层面 所以这个十字架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会知道你在每一个层面 都更需要仰望主 你知道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就是来到他的面前 跟他承认 特别是你的罪 特别是我们的罪 很多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就用别的好行为来包装 好让我们以为 我们没有生命当中 那个罪的问题 我们很习惯这个样子 我犯了一个罪 那是不是多奉献一点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功过可以相抵 你知道在学校里面 如果你被记了很多的警告 那么你就可以 记很多的家讲 就可以相抵 我们也以为是这个样子的系统 不是 我们就以为我们做了这个A的错误 那没关系 我们用另外一个B的好行为 想要来弥补这个A的错误 不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A的这个错误里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告诉神 我做了这个A的错误 请你帮助我赦免我 帮助我改变过来 而不是用B的这个好行为 想要去抹杀这个A 你曾经做过的错误 有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真的不用假装 你不用一直去假装一个 其他的好行为 好表现 想要来掩盖 你的那个黑暗 所有的黑暗 在上帝的面前 没有办法逃脱 上帝在我们 要跟他交账的时候 他不会 不问那个A的事情 除非我们好好地来面对 A的这个错误 告诉他 向他承认我们的罪 然后让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请进麦团上来好吗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 请大家 在你的座位上 思想一下 今天透过犹大的故事 你是否在你自己的身上 也看见犹大 我们是不是也像犹大一样 在假装 在否认自己的错 然后再把一切的矛头 指责 转向别人 或者想要 站在 坐在自己审判官的位置上 去审判别人 但是对于自己的罪 完全完全地 没有去面对 又或者是 你是不是一个 一直在求表现的人 你在一个 很多的期待里面 高标准里面长大 你也把很多 这个社会 这个舆论 或是家庭里面 给你的这个要求 转化成你的 内在的要求 你想要 表现得很完美 表现得很好 可是上帝今天 都邀请我们 到他的面前来 来依靠他 我们花点时间 每个人闭上眼睛 安静地在神的面前 来跟神说好吗 如果你有什么错 如果你有什么罪 你觉得是得罪人的 得罪神的 现在 就来跟神说 告诉神 你愿意 恳求他的力量 来帮助你改变 不要再用 其他的行为 好的行为 来掩盖 或是误以为 这样 好像就可以 得到上帝的祝福 神已经祝福你了 神也爱你 已经透过耶稣基督 把爱 把祝福 都要给你 所以你不需要假装 你也不需要再求表现 我也要邀请一些人 你是否也觉得 你好像 扮演得很累 很辛苦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恐惧 如果我不这么扮演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可能会失去 人们的认可 人们的喜好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 你也来到耶稣的面前 告诉他 主我做不到 请你来帮助我 不要忘记了 耶稣他爱你 他接纳完全的你 不论你做得如何 神都全然地爱你 他要的是到他的面前来 依靠他 恳求他的帮助 唯有依靠他 我们才能够享受这样的安息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地 恭敬地把自己 交在主你的面前 主有的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这些假装 我们这些求表现 在你那边可以换得什么 但是主 因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锁定的十字架 我们在你那里 主已经得到你 全然的爱与祝福 我们不需要再靠表现 也不需要再假装 主帮助我们都卸下这样的一个面具 真真实实地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你喜悦我们那里是诚实的 你愿意用你的慈爱 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你愿意用那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 主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 是到你的面前来 卸下那个武装 到你的那个面前来 来想那个安息 而不是花力气 在求表现 花力气 在假装 主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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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不是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 来评断我们 来赐福我们 你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主你已经全然地爱我们 让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 不管我们在什么角色当中 主都帮助我们 是因为先因为你的爱 我们被你的爱得着 我们被你的爱浇灌 以至于我们就愿意散发出 我们就有能力可以散发出 那个温柔 那个慈爱 那个良善 而不是用装的 帮助我们在每个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在教会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也不用在教会里面 好像就要表现出 特别的圣洁 特别的高尚 我们都是肢体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是一起同奔 天路的罪人 帮助我们在看待别人的时候 主我们也是 明白他的处境 而不去定罪别人 帮助新兴城市教会 这样的一个教会 是可以用真实的面目来相待的 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是可以倚靠着你 一起来同奔天路 而不是用假装 用这些好像假冒伪善 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 在你的面前的儿女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这样子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